Inpress启动与播放简报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如何启动Inpress和播放简报 我们可以在桌面上找到Inpress 快点滑鼠左键两下启动 或者到选单 办公 找到Inpress点选启动 或者到搜寻的地方 打上Inpress 它会把符合Inpress的列出来 点选也可以启动 那我们回到桌面上 快点滑鼠左键两下启动Inpress 启动Inpress之后呢 怎么样读取简报 我们到档案 开启 选择你简报存放的位置 例如在下载 那我们先点选校园植物介绍这一篇简报 开启 好 当我们把简报读取进来之后呢 怎么样播放 你可以到功能表列的投影片播放 的第一个从第一张投影片开始点选播放 或者是按键盘上的F5快速键播放 好那我们选择从键盘上按F5播放 在播放简报的时候呢 可以按滑鼠的左键切换到下一张 或者是按空白键 也可以切换下一张 那播放的时候呢 那播放的时候呢 按滑鼠的右键 您会有更多的选项 例如进行到下一页 好 上一页我们回到凤凰木这一篇 也可以指定到投影片哪一张 例如说我们到第八张 好都可以 那简报播放完毕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选滑鼠的左键 离开放映简报 或者按下键盘的左上角的ESC键 好 结束播放 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 如何启动Inpress和播放简报 好